大新竹人口增加 台一线拥塞是越来越严重了 今年替代道路计划通过环平 地方与中央也积极来争取 第一期工程28亿的预算 在审查会前 立委临维州就特别邀请公路总局来献刊 盼能编列补助尽早来施工 从稻田旺去 头前溪对岸的68快速道路 在武林交流道旁有断头桥等待衔接 今年台一线替代道路工程露出曙光 除了环平通过了 地方与中央也积极争取费用 要分歧失作 中央补助单位就是公路总局 林副局长也亲自出席了 12月底之前就会开审查会 全国的生活圈道路补助 我们在争取这一块的补助 逐年分裂下来 大概每年要争取到5亿左右的补助 我们的第一期28亿才能4年内完成 台一线的替代道路案子 公路总局这边可以说全力来支持 我们会全力来支持 那案子已经到 送到我们局里面 我们12月底 12月底之前我们一定会审 会来再拍审查会 台一线连接新竹竹北市区 及湖口工业区 移到上下班长塞车 替代道路主线从明星客大 衔接至68快速道路 为避免明星路口车流涌入汇集 新增东西两条支线 延伸至山崎重化区与凤山工业区 工程考量规模经费庞大 主线将以竹北市中正西路南北 分为一二期工程 今天立委临维州便召集公路总局 公务处等线刊 预计从南端优先施作 今天公务总局的副局长 到时候就是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他今天来看了之后 也觉得说这条替代道路 确实是未来解决我们大新竹地区 尤其是我们金国桥 或者是投钱新桥 未来的一个交通的疏减 会获得很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们希望尽快来做 越快做越好 大陆预计已转台一线的 37至42%交通量 新竹县市民众都受惠 也带动竹北西侧地区发展 总预算近百亿 且越晚失作原物料及征收费用 也会上涨 明代争取年底前通过预算 要让交通更完善